你不要威严耸听好不好 这不是威严耸听 你不要回避问题 苏清 你真的该考虑考虑全职了 李修萍 我已经很忍让了 那我们也要对 两个孩子负责 不是吗 那为什么回家的是我呢 我也可以养家呀 为什么你不考虑一下 你可以回家当全职爸爸呢 那家长群我都没参与过 那些人 跟幼儿园的规则我也不熟啊 我就算放下所有的工作 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现在说自己不行 都那么理直气壮 工作咱们俩都可以胜任 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不是都是一直你在管的吗 你也看到了 我回到家里 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啊 这是理性的选择啊 不是 你 那你也可以一周来律所一两次 指导指导那些年轻的律师啊 没有 没有要你完全放弃啊 一周一次 然后是一个月一次 再后来呢 就回不来了呗 哪有什么回不来 苏清 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实业 你想咱们俩白手起家的 好不容易 从普通的家庭里面走出来 当了律师 当了合伙人 要是小夫小婚不能成才 在咱们的基础上面更进一步 那这些年的奋斗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再想想 你让我考虑考虑 那我考虑考虑 不是 不行 不是 不行 苏清 你放心 你放心 回家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小夫 那这事告诉小夫的妈妈了吗 我妈出差了 她没空 胡老师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正好给小夫送点东西 然后他同学说正好在您这儿 我也来看看您 那这样正好 你们夫妻俩能来啊真是不容易啊 我这次啊 不单单是想说这私书的事 还想聊一聊李义夫啊他的学习 来 你看看 最近 最近 一直在上补习班啊 你这个成绩应该是上升的呀 怎么 哎 我刚刚问过他了 他很久没有去了 说是你让退的 啊 这爸爸不了解情况吗 啊 哎呀 哎呀 我知道 你们夫妻俩都特别的忙 可这家长当中啊 成功人士也很多 可他们对自己 孩子的学习啊是非常上心的 这个工作啊是永远忙不完的 可这孩子念书啊也就这么几年 是是是 您说的有道理 我们回去好好地再 好好地教育一下 小夫妈妈 别怪我说话太直接啊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学校不会劝退啊 郭经理啊 这次你帮我们公司开户 争取了这么好的福利 这次啊 就我来请你吧 哎 那怎么能行呢 这是我的荣幸 这个饭我请 代表我们银行 感谢你们的信任 稍等我一下啊 哎 你好 那桌买单 好的 请稍等 一共五百九十二元 好 麻烦帮我开箱发票 好的 请稍等 哎 女士您的发票 啊 好的 哦 谢谢 不客气 李律师这会儿在家呢 我有点事儿 联系不到她 您拨的用户吗 您稍后再拨 你穴你 你 不客气 不客气 还没 喂 怎么了 我今天晚点回家 不用等我吃饭了 喂 安错了 那我挂了 李小平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决定辞职了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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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嗯 南南 昨天你找李修萍了吗 后来我自己解决了 就没去找他 你们俩昨天在一起吗 我去接晓夫了 去银行吗 我顺路送你 明都报好了吗 嗯 总算踏实了 我听李修萍说 你搬出去住了 那现在又要租房子 又要辅导办的开销 这花销够大的 行吗 跟童小区的邻居合租了 之前一直有人上门找事情 我也怕不安全 是的 确实不太安全 但是合租的话 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那个 室友人还挺好的 小杨也挺喜欢的 那就好 李修萍对这个案子很上心的 他在这个领域很专业 嗯 哎 我想给你 哎 我想给你 哎 我想给你 你先说 好吧 我想说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 教我做几个甜点 你又得上班 又得照顾孩子 哪来的时间学做甜点啊 你是超人吗 嗯 可惜啊 我不是啊 我辞职了 那你不工作了 嗯 我想了想 两个人里面 总有一个人要牺牲一下 这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吧 没必要做到这一步 我现在回家陪孩子做饭 哥哥弟弟很高兴 李修萍回家吃饭的次数也多了 或许一个家 本来就应该这样 哎 你要跟我说什么 没事 好 昨天晚上我看了几个视频 里面有几个甜品呢 特别适合初学哲学 回头我发给你啊 好啊 喂 你今天在家 我现在去律所收拾东西 啊 然后呢 然后回家呀 这么说今天晚上 是不是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菜了 好啊 你想吃什么点菜吧 朱总 你放心 就算我离开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还在啊 是不是 你的事情我不会马虎的 你一直帮我做信托 我 我只信任你啊 你去年的诉讼是李修萍把你打的 你这么说他可是要伤心了啊 好吧 尊重你的选择 好的 那就这样 再见啊 朱总 我还有多少电话要打 主要是几个预约客户 还有您手上的三个离婚案 什么事啊 苏律师 李律师那边约了这个时间交接 让您去下会议室 太多事情 赶紧吧 老师说 你这是干什么 啊 我先说啊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 我最多只能算从饭 嗯 真是 哎呀 没想到啊 这实在是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苏律师 说几句吧 说几句 说几句 好吧 那说几句 实不相瞒 在今天之前 我所想到的都是 关于我自己 我想 我突然没事干了 会不会没招没落 但是现在 今天 此时 你们站在我面前 我突然发现 有一件事情 我完全忘了 就是 我觉得 我离开这里 我会舍不得你们 在我苏青眼里 你们是最优秀的团队 我已与你们共事为荣 谢谢 可是苏律 你真的决定了吗 太可惜了 是 我也觉得很可惜 但是事情没有实权实美的 单身的时候想结婚 结了婚又觉得单身好 没有孩子的时候 嫌弃自己少了一份 人生的经历 但是有了孩子 又觉得被捆绑住了 任何一件事情 得到的背后 总有一份失去 与其纠结 不如珍惜当下 苏律为我们律所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我的家庭 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非常感谢 无以为报 只能好好地努力 再努力地工作 争取一个顶两啊 清好了啊 说话算数啊 做得到 做得到 好 那么小莎 你就跟着李律吧 这样的话你就多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配两助理 这不好吧 小莎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你需要带带她 好 就听你的 谢谢苏律师 好了好了 吃蛋糕吧 来吧 今天特别允许你们 上班时间喝酒啊 来 来来来来 好 红的 灰的 灰的吧 开停低调的 嗯 来来来 我来帮你 怎么了 怪怪的 什么怪怪的 很久没想说过这种服务啊 也很久没看到这样的你 是吗 那以后请你多多习惯啊 可以哦 行了 挺帅的 嗯 那边那柜子怎么空辣辣的 你那些奖状证书呢 都撤了 现在全部都是你的了 呜呜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小事 我先回律所 嗯 哎 马上就刚过来吃饭啊 嗯 等你啊 你怎么回事 晓文你怎么了 你 你现在干什么动不动就哭呢 妈妈为了你都不工作了 天天陪着你 你很不高兴吗 你很不满意吗 晓文 来 这么小的事给我盯着吗 给你们发工资是干嘛用的 回去把机枣拿起 再打电话给我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我妈对不起啊 是我错 你别生气啊 好了不哭了 我好歇啊 好歇啊 没事 喂 你怎么搞的